一场实验的意外事故 把在场的所有人全都传送到平行世界 一个丛林密布的陌生星球 在那他们遭遇了可怕生物的疯狂袭击 然而他们同时也发现 不远处有个高耸建筑物 显然那里有其他智慧生物的存在 大家好 我是妙阿乌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2011年的科幻电影 噩梦星球 故事要从国家科研中心开始说起 女主是个科学家 她继承了父亲的一波 研究着一个十分高大上的科研项目 但提供资金的政府并不太懂她到底在搞什么 只觉得充值了整整30年 也没建告出什么名堂了 就想砍掉女主的研究经费 不过也还是给了她一个机会 派人来参观考察 要她展示一下研究成果 在最终决定断不断供 女主为了保住这个项目 只得和助理一起积极应对 她告诉考察团 自己实现了两大跨时代的重要成果 第一 把核聚变转化成了可循环的清洁能源 第二 发明了一台可以窥探平行宇宙的机器 虽然这两样研究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且跨度极其之大 但女主却只用了一个助理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申请巨额的研究经费 这谁看了不得卖一身骗子 所以当女主把一万个平行空间中的 其中一个投影展示给众人时 为首的官员大胡子就开始怼人了 你是猴子派来圈钱的吗 这么个小视频 就想要走国家两亿五千万 你当国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视频是真是假 什么平行世界的实施影像 真是比安徒生都会讲故事啊 女主那个气的 但我的经费她只能忍了 客气的解释到 原理都写在这一络文道里了 经过了科学界的认同 同行审核 总之这东西很复杂 没有个九千年的义务教育看不来 所以全世界总共也就12个人能看懂 总统的科学顾问金霸姐发问道 那我们能不能穿越过去呢 问得好 这不正跟你们申请经费来着吗 此时屏幕上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还伴随着一声嘶吼 紧接着机器出现了故障 动力急剧成高 然后爆发出一个墙过来 所有人都随之晕了过去 倒在了地上 一不知过了多久 第一个醒来的是个士兵 本篇的男主 他看到实验室里有个东西一蹿而过 就立马把枪追了出去 好在男主的枪法还挺准 最终把那玩意儿击毙在了仓库里 然后打包带回了实验室 正巧大家都已经醒了过来 看到男主居然猎杀到一只长相奇特的生物 而且血液中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鞍水味 纷纷捂住了鼻子 酒精发解略显激动的说 这是从刚才那个平行世界穿越过来的吧 大胡子觉得甚得慌 这种项目还是让他赶紧流产比较安全 他一刻也不想在这待着 不过男主的阻拦坚持要出去 可以一开门 看到外面居然是一片森林 当场就愣住了 这变得什么魔术啊 他们不是在地下实验室里吗 可现在这是在什么鬼地方 还没等大胡子反应过来 他就被一只怪物直接叼走了 男主和同事小黑小白 小心翼翼的出去查看 只见大胡子已经惨成怪物的盘中摊 散人立马退回了实验室 显然是他们被机器传送到了平行世界啊 那么理论上 他们也能靠着机器再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吧 不过问题是 机器已经在爆炸中损坏 需要点时间维修 金发解都是有些小激动 感觉自己赚了两亿五千万啊 他还提议 趁着这维修间隙出去探一下险 这样可以给总统提交一个更加全面的报告 看来这是要坚持把白嫖进行到底啊 但大姐 你先搞搞清楚自己的处境好吧 外面队友的尸体都还没凉透呢 可要命的是 金发解这馊主意 居然还得到了男主的响应 我说你们送死会不会稍微积极了点啊 行吧 反正作为观众 我向来是看热闹不闲事大的 就这样 男主带着小黑小白 当起了金发解的跑镖 一路逛啊逛 可这样的探险 不是相当于跑出去投食吗 不死这一个人都表现不出怪物的水平啊 所以最没存在感的小白就成了炮灰 被突然冲出来的怪物扑倒在地惨死当场 其他三人吓得拔腿就跑 另一边 女主正带着助力 争奋夺秒的维修机器 而行服在一旁的光头哥和领带男 开始琢磨着回续后 靠这次经历上节目发大财 从此告别上班打卡的苦日子 两人光是想想都快笑出声来了 为了能更有说服力的去拨眼球 他们觉得 最好能带点什么特产回去当证据 比如桌上这个小怪物 于是领带男用笔戳了戳怪物的尸体 没想到有液体滋了出来 陷到了光头的脑门上 这液体有强烈的腐蚀性 光头哥腾得哇哇大脚 可没叫唤上几身 就原地去世了 三人研究后发现 原来怪物的内脏是酸性的呀 再来说说外面正在逃命的探险队 小黑跑着跑着踩进了流沙里 男主折回去救人 结果人没救上来 反倒把自己搭了进去 眼看要被小黑拖着一击献下去了 幸好金发姐也赶来助阵 拉住了男主 并发里把两个大男人一起拖了上来 是的 你没看错 我们的金发姐就是这么威武雄壮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而怪物也特别贴心的 等他们脱困后再追上了 这么明显的放水之下 三人当然能顺利的逃回实验室了 不过同时怪物也跟了过来 开始不停的撞击实验室 搞得实验室一副随时要塌的模样 这下所有人都陷入了困境 他们该如何脱困呢 男主在得知光头哥 被小怪物体内的酸性液体给击死了后 就想到酸性液体可以拿来做炸药啊 于是当即做了个炸弹 扔进了快要闯进来的怪物嘴里 只听砰的一声 怪物就被炸跑 可屋子也随之一起被炸塌了 不过这居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大家都纷纷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而且机器也已经被修好 只要能启动就能穿越回去 但提供能源的核聚变 需要190升的水灯燃料才能发电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水源了 好在这台又是让人穿越 又是核聚变发电的机器 便携的令人发指 只有一个行李箱的大小 轻松就能搬运 给他们逃生带来了无限可能 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两个宇宙之间连接的通道 会在六个小时后关闭 如果不能及时离开 就将永远被困在这 那么去哪儿找水源呢 当然是朝着植被更茂盛的地方找一找了 路上他们还看到了科研大楼的招牌 和路边的停车计时器 女主分析后觉得 行程穿越通道时 越是远离中心点 能量卖成就越小 受波及穿越过来的东西也就越小 大家接着往前走 居然看到远处有个高耸建筑物 那显然是只有智慧生物 才能造出来的东西啊 金发姐觉得 也许他们正好掉入了这个星球的森林里 碰到了老虎狮子这类的野生动物 而出于职业的敏感性 她坚持要去和这个星球的智慧生物外交一下 女主觉得她是疯了 这种时候 赶紧找到水源回去才是正经事 两个女人出现了分歧 那索性就分成两组各自行动呗 剩下四个男人开始各自站队 男主义无反顾的继续从这金发姐 甘愿当保镖 领带男则想着 接受外星人可以名垂牵食 并也自愿更之金发姐了 而小黑爱慕女主 就顺理成章的加入女主和她助力的队伍了 这样剩下六人就分成了两组 一组去寻找水源 一组去找外星人求助 反正有对讲机 他们约定 谁先达成目标就通知另一组 分道扬镳不久后 女主这边很快发现了一个小池塘 但有只怪物却在那喝水 三人不敢上去正面缸 只能在一旁等着怪物离开 并把情况通知给了另一组 而此时的金发姐他们 也碰到了周窝在老巢里的怪物 不过这怪物倒是正好睡醒出门了 从他窝里按照大小码的 整整齐齐的蛋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只有强迫症的怪物啊 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 同一个骂身的蛋 个头怎么能差那么多啊 是小蛋能敷着敷着 敷成大蛋吗 反正领带男觉得 小蛋揣口袋里倒是挺方便的 就偷了一个 以便日后回去好赚钱 蛋怪物可不是吃素的 插绝不对就立马遮了回来 并且文周二一路追杀他们 把他们堵了个正招 领带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想把蛋还给怪物来保命 结果一紧张 反而摔碎了蛋蛋 那还有啥好说的 怪物气得当场就为自己的蛋报了仇 男主在拉起金发姐一通狂奔 想带着他去找女主他们 然而金发姐却死胡不肯 抱着彼此的决心 依然坚持要去找外星人 男主虽对金发姐有好感 他实在不想奉陪了 不过他还是把对讲机 留给了金发姐 万一有啥重大发现 也好把消息带回地球 另一边女主他们左等右等 怪物居然没完没了的在喝水 这时间不等人啊 三人坐不住了 小黑主动提出去引开怪物 他自制了一根长毛质向怪物 激怒了怪物后拔腿就跑 成为了一个奔跑的勇儿 这种不要命的行为 肯定是要壮烈牺牲的呀 不过也确实成功引开了怪物 给女主争取了机器启动的机会 然而机器却不争气的出了问题 排查后发现冷却剂已经漏光了 导致机器温度太高启动失败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此时的男主已赶来和他们会合了 可这荒山野里呢 他们要去哪里弄冷却剂啊 三人一拍脑袋 怪物血液里的氨水 不就是冷却剂的成分吗 虽然搞死一只怪物比较困难 但是可以去潮里偷蛋啊 反正蛋里也全是这种物质 合着这怪物又是被你们做炸弹 又是给你们当冷却剂的 真全身都是宝啊 祝你们穿越而生是吧 男主带两人来到那只 强迫症怪物的巢穴玩 此时怪物正在窝里睡觉 也不知道要睡多久 他们只剩两小时了 男女主只能去周围查看地形 商量偷蛋的策略 助理一个人待在原地越想越害怕 抱起机器一顿狂奔想要逃跑 结果反而进动了怪物 就这么被杀了 女主倒是趁这机会去偷了个小蛋 而男主又恰巧恰巧的在附近 找到一个生不见底的去坑 于是他利用那颗蛋 一路把怪物引向深坑 并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把蛋扔进来深刻 怪物为了保护自己的蛋 也跟着跳了下去 看到这 我还挺心疼这只怪物的 你说他在自己的星球 好好复他的蛋 招谁惹谁了 男女主倒是爽了 一窝的蛋可以随便用了 而这个时候 金发杰已经赶到了那个建筑物呢 只是他发现 那不过是跟他们一起 穿越过来的一个高压电塔罢了 什么外星智慧生物 亚当不存在的 更绝望的是 这里还有只怪物正跑过来扑向他 固执的结局 只有男女主成功启动了机器 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电影也就结束了 好了 就这样 我是只常年撒狗粮的猫